大家好 昨天看了帽子款的美国雕啊 今天来看一下翻领的 颜色跟昨天差不多啊 翻领的话款式少一些 因为太年轻的款式不会做翻领 这个就是银蓝雕渐变啊 像那个纯银蓝雕的就翻领就不做了 当然定做也是可以做的 翻领因为适合的年龄要偏大一些 做一些颜色也要年龄偏大一些的颜色 看看这底容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就是 银蓝雕的渐变 黑色渐变 然后看第二个 咖啡色 渐变 翻领的话比帽子要便宜一个七八百块钱 因为帽子要废料 看看这底容 跟昨天那个帽子是一样的 非常好 上升效果的话 翻领更加大气正贵一些 帽子的话休闲一些 其实像这种整雕的话 就是翻领跟帽子两个款式卖的最好 利领这种 卖的要不好 后背啊 我们这个后背拼接也是很少的 有是可能有的 但是比平常从差条来说 我要少很多 然后第三个是蜜糖色的渐变 翻领的话特别喜欢做这种渐变色啊 橙色的话做的少 颜色深一点啊 看看这个皮面 只用最好的美国雕品质 不用那种差条 无论是袖口 正面 背面 都是用的一样的雕 就是腋下那一部分稍微拼的 差一点点啊 但是也不会差 然后呢 看一个蜜糖色的橙色的 橙色的话就做了这个色 还有一个黑色啊 款式都是一样的 都是翻领 长度的话都是70左右 上升效果看一下 这个还是显得偏年轻一点的 拉链 大家买雕的话 主要还是看底龙啊 也不用讲 讲什么等级不等级 底龙后就是等级高 那种讲等级的都是外行 内行从来不讲等级 然后就是黑色 就是看雕的品质好不好 就算同样是美国雕它也有好的更不好的 有的丹麦雕甚至比美国雕还要好 所以讲等级啊 那都是不懂的 才是一讲等级 因为这个等级的话说没有一个标准的 有时候 相邻两个等级 可能差的里面好的比好的里面差的还要好一些 大家就看底龙就可以了 针毛短底龙厚就是好 拼接扫就是好 这个是黑色的 市面上大部分黑色的雕 很差 也就是说做差雕的基本上都是黑色 彩色的话做差雕太明显了 这是中产款的 我们是只做那种美国雕品质的好雕 80的90的都可以做 今天关于翻领的整调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吧 再见 再来解释 谢谢观看